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霓虹灯 各位都有看过路边的招牌的霓虹灯 它有可能有很多种霓虹灯闪烁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个 它三个全部一起闪一起灭 然后五次之后就轮流红黄绿 红黄绿这样五次 然后再闪烁五次 全部一起闪烁五次 然后再红黄绿红黄绿 我们来做一个类似这样的专案 那么所以刚刚这个是三个灯一起闪 一起闪烁的部分 那因为我们要重新 我们要这个让它做五次嘛 所以我在控制这边呢 我直接拿一个重复五次 把它包起来 然后我这次间隔短一点 好所以这样就会开 全部三个一起开一起关 然后做五次 然后五次之后呢 我希望它就是轮流 那轮流的话呢 我就会 好轮流的话呢 我就会需要 需要某一个灯开 某一个灯关 对不对 好那我就从十二号灯好了 好先开十二号灯 零点一秒之后 关十二号灯 好然后零点一秒 关十二号灯的时候呢 我们就来开十一号灯 OK 然后 这可以同时做 好 十一号灯开了之后呢 零点一秒之后 我们来关十一号灯 关十一号灯 那关十一号灯的同时 我们把十号灯打开 十号灯打开 那所以它十号灯打开 零点一秒之后 我们把十号灯关起来 好关起来 那关起来之后呢 同时呢 十二号灯把它打开 所以它会在这里一直循环 好 十二号灯开关 十一号灯开关 十二号灯开关 那我们一样做五次 所以我把重复拿过来 好 一样写五次 那这样子呢 就是各五次各五次 那五次完了之后呢 我希望它全部 全部在循环 循环 所以我就最外层拿一个 一纸重复把它包起来 好 那么这样子呢 当我按滤起之后 三个一起 五次之后就轮流伞 五次 然后再一起伞 五次 再轮流伞 五次 这有点像外面的招牌的广告灯 好 所以这你可以自己设定 好吧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讲到 呃 霓虹灯的部分 然后再次 再次 订阅